代表谢长廷的儿子谢维舟被爆料多年前闯红灯还耍特权 这是一位退休警察条子哥在脸书爆料 暗指过去曾经拦查到时任行政院长谢长廷的儿子谢维舟闯红灯 还被对方嚣张呛瞎 你知道我爸是谁吗 最后条子哥还是依法开了罚单 隔天却被分局长以态度不佳为由 记了两支申戒 对此谢长廷今天隔海驳斥是假消息 海批条子哥共产党的钱不要拿 质疑他乱放假消息有政治目的 一个匿名就可以这样把社会搞成这样 这么重要的指控对不对 这就是撈种的 撈种的坏人 谢长廷动怒了 因为这回又出现耍特权指控 而且还是冲着他儿子谢维舟而来 条子哥说好几年前 他在台北执勤 发现有一辆兵士名车闯红灯 上前开单却被对方呛瞎说 你不知道我爸是谁吗 双方还差点起口角 最后条子哥落话 想知道你爸是谁去演DNA 没想到隔天就接到分局长电话 原来他抓到的是 时任行政院长儿子闯红灯 糟糕曾关切还因为态度不佳 继申戒两支 条子哥贴文爆料 没有指名道姓 但文末却要在日本的谢先生 是否收到思念 这句话很难不让人想到 是在影射驻日代表谢长廷 我把台湾跟日本一直拉在一起 他们是真的是痛恨 谢长廷六号在记者会上 隔海驳斥特权说都是假消息 因为条子哥本名利俊睿 就是现任台北市议员 新党侯汉廷的办公室副主任 利副主任是在这边嘛 但是他在这边当副主任大概多久 条子哥发文爆料后 却被网友抓包 爆料内容的时间点都不拢 如今人也跟着神隐 有网友发现谢长廷担任 行政院长席间是在2005年到2006年间 但条子哥则是晚一年 2007年才到台北服务 时间点跟po文都不拢 另外谢长廷包括儿子谢维州名下 也查无名车 爆料证据似乎不太充足 谢维州也发出声明自清 要有心人士不要刻意操作 记者综合报导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